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湖山市场的负责人陈欣人 这一次的计划我们使用了与地方结合 生产一项新的产品品安福茶包 透过与地方的链接 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地方文化 我们的产业或是公司的方向运营 更有一个未来性 然后更有发展性 我们嘉义这间店是希望以新式饮茶的部分 让民众可以更容易的接近茶文化 打破遗忘就是传统喝茶的那种老式的感觉 接收补助的时候只有200多个人的粉丝 然后到现在慢慢平常已经突破1800人 很感谢嘉义县政府这一次的补助 那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一次县府值班的计划 然后可以让我们透过这个计划去改善 那我们去做改善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的茶包的包装 那再来是我们的新款的领盒 然后再来是我们包装运送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些裁机 或是说我们去装一些缓冲包裁的调整这样子 我们有个品牌叫小公主果园 为铺子式157县道上面 产品有鲜果、果干、八热原汁、手工蛋卷和一式冰淇淋 感谢嘉义县政府给我们创业上的勇气和资金上的协助 邀请您购买我们产品一起加入守护土地的行业 我们品牌名称叫做瓶口金工 那我们位于嘉义县水道头文创聚略里面 透过嘉义县给我们的青年创业补助 我们在这一年的成功 让我们的业绩相较于去年翻了两倍 那未来我们也会再持续的努力 之后让嘉义县跟嘉义点这个园区 整个都让它变得更好玩 然后最后我们也再次感谢嘉义县政府跟老青处 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甜心超米拿到了 号称食品界米其林三颗星的奖项 是台湾第一个也是世界的唯一一个 特别谢谢嘉义县政府老青处给予我们这个补助 让我们可以顺利开发今年的 公益礼盒中秋节的圆月礼盒 我们每卖一盒都会捐赠一公斤 我们现年的白米给我们嘉义在地的 安人家园育肉院 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聚 很荣幸在今年获得嘉义县的辅助 老青处提供了在创业上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不同领域的年轻人可以去做更多的交流 也非常感谢翁江梁县长 创立了牢牵处 让人轻人在嘉义县创业有一个很好的靠山 那十凡是一间专卖墨西哥卷饼的餐厅 那这次很荣幸可以获得嘉义县政府的创业笔记案 那也是因为有这些笔记案的基金笔记 我们才能让第二间店第三间店有更多灵活的资金来做应用 那最后我欢迎大家来明雄吃我们的餐点 我相信会是一个很棒全新的一个好的体育 我成为的起薪动念是因为我阿嬷 我阿嬷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当初因为糖尿病很多东西不能吃 我结合自己的专业 然后创作那个必有减堂的蛋糕 感谢嘉义县政府就是成为新年创业的靠山 也因为这次获得的补助 我的实体工作室在年底即将完成 欢迎大家来欣赏找我吃蛋糕 那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工作室啊 其实就是跟剧品相关的我们都有做 那些工作室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因为藉由这个计划的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劳心住的一些辅导 带我们可以去各种方向的去寻找自己的定位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也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你也可以试着来投我们的计划 然后让你初步的一个梦想能够去达成 你的产品万记账是一款可以跟你一起去旅行的记账程式 目前已经陪伴超过一万五千个年轻用户 真的很高兴可以通过加一千青霜条例不足计划 因为那时候老青处的科长跟科员 有带我们去跟文化观光局一起去开会 一起去讨论出 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推广一些在地旅游 然后就真的觉得很开心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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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